番外,重生计划,在生死宝上记载着一切生灵的生死轮回。很久之前,上面曾记载了一个人,他叫元昊。有关于元昊的记载,只有生,没有死。并非是生死宝计算不出他的寿源,而是这个人的寿源就是无穷无尽的。可某一日,有关元昊的记载在生死宝上消失了,他真正跳出了生死轮回,这在生死宝上从未出现过。 而这个元昊,还有一个名字,叫东方无道。这个世界上,多了一个东方无道。办公室的女人,不敢相信地望着那只不修蝙蝠的恶鬼。这怎么可能呢?不等恶鬼接话,女人又自言自语道。我记得东方无道在生死宝上消失的那一天,她的阴眼和阳眼,就已经消失了。是您变成了她的一只阴眼。也是那时,我接了您的位置。这只阴眼,怎么可能会被复制出来? 恶鬼摇头,一切未知,连我也搞不懂这是为什么。二人沉默了许久,许久没能思考出某一种可能性。恶鬼问,之前你捉回来的那些新灵魂,有什么定论? 女人摇头,我研究了很久,始终没办法弄清楚,这些新灵魂的来源和它们存在的意义。自阴阳两界的法则运转以来,人类死亡之后,会回归灵魂状态。而刚回归到这种状态的灵魂,会携带着死亡之前的记忆。当这些灵魂,需要再度进入轮回的时候,它们必须要被清除掉所有生前的记忆。 而清除记忆的工具,叫梦婆汤。奇怪的是,我用了一个新灵魂来做实验。不管我给它喂下多少梦婆汤,它始终都带着诞生时候的记忆。梦婆汤,好像对这些新灵魂失去了本该有的作用。恶鬼微微皱眉,据我所知,那个叫齐放的人,是由于人类的一种名为人格分裂的病症,才导致了那些新灵魂的诞生。 你的意思是,这些新灵魂,携带了齐放的一些记忆。女人点头,是的,他们全都携带了齐放的一部分记忆。而且这些记忆,没办法被清除掉。但这还不是最奇怪的地方。恶鬼的眉头,越皱越深。女人说,我从这些新灵魂身上,读取到了一些被隐藏的秘密。而且这些秘密,我始终没办法破解。恶鬼有些震惊,被隐藏的秘密。 女人点头,我之所以没办法破解这些秘密。是因为那些灵魂,自己都不知道,他们携带着这些秘密。我不知道这些秘密是谁留下来的。恶鬼,难道连制造这些新灵魂的始作俑者都不知道吗? 女人,那个齐放不见了。又是一阵许久的沉默。恶鬼说,将那些灵魂,投放到轮回井吧。女人大惊失色。您要让他们轮回?可是,会有未知的风险。恶鬼眉头紧锁。 你没发现将他们囚禁起来,并未有任何收获吗?与其这么耗下去,倒不如让他们进入轮回。也许轮回,就是破解那些秘密的奇迹。 当然,风险会有。所以你要派人盯紧这些灵魂的下意识。女人默许,似乎明白了恶鬼的想法。我知道了。您是想通过这些灵魂的转世,来判断东方无道,分裂出来的那个灵魂,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。恶鬼没有否认,但心中所想并非是这么浅显。那个灵魂,原本不该出现。我预测不到,它的出现是好是坏。东方无道,让人捉摸不透。 连他的弟子公输盘和莫迪,都未必能猜到,他想做什么。我怀疑,只是怀疑,东方无道,可能在谋划自己的重生。女人又是一惊,谋划重生?可她不是还活着吗?恶鬼说,她的现在,叫李牧,她的确还活着。但现在的她,已经失去了,作为东方无道的所有记忆。李牧一直想把自己,和东方无道分割开来。可你我都知道。 这世上不存在,有将它们分割出来的办法。但不存在,并不代表东方无道不能创造。我推测,东方无道的方法,就是让自己以另一种形态重生。只有这样,东方无道和李牧,就是两个不同的个体。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,它们就算是分割开了。女人沉默不语,大为震惊。她很聪明,一下子就想到了什么。那些心灵魂隐藏的秘密,就是东方无道重生计划的一部分。 恶鬼,一切未知,只能走一步看一步。她伸出手,似乎想向女人讨要什么。 生死薄戒我一用,我要知道三清之一的灵宝天尊,现在在哪。 女人芒伸出洁白的幼长,召唤出一本古籍,说,和谈戒,这本,就是您的东西。 说完,那本古籍,从女人手上飞过来,凭空摊开,化为一页又一页的白纸,悬浮在空中。 恶鬼双眼,生出绿光,犹如一台扫描仪,迅速扫过那些白纸。 很快,白纸浮现出一行又一行的符号。 有关灵宝天尊的记载,完整地在他面前呈现出来。 和最初的元号一样,灵宝天尊同样没有寿元显示,但他却有很多式的轮回记载。 但这些轮回,并非被动,而是主动轮回。 孙武,白起,韩信,霍去病,李靖,岳飞。 这些历史上有名的名将,皆在灵宝天尊的轮回记载之中。 而最近的一室记载,宋飞,是他。 恶鬼没有感到惊讶,似乎早已经猜到。 接下来,他正准备去窥探三清之一的道德天尊,却发现,生死薄上竟没有这位尊者的下落。 奇怪,他去哪儿了?将生死薄归还,恶鬼准备离去。 女人突然叫住了他。 前辈,还有件事,要跟您汇报一下。 嗯? 宋飞的父亲,宋青山,他进入不了轮回。 为什么? 轮回紧不收他。 恶鬼微微一惊,跳出六道了。 跳出六道,在人类世界里有另一种说法,成仙。 为什么? 因此请不吝点赞�。 优优独播放。 因此注意。 好像是有什么事,你很好。 陪优独播放。 好,我更加地 Dennis特并 nhiều, 谢谢你堵梦。